记者郑淑婷桃园报道,一名黄姓妈妈在脸书爆料公社P.O.文制控,她才十个月大的女儿,因感冒发烧送到领口掌根医院急诊室就医,护理人员在抽血时以手电筒照射手掌照血管,但找了约十分钟之久,女儿的手掌遭手电筒烫伤出现大水泡,原本是感冒住院又多了二到三级烫伤, 对此,领口掌根医院回应,经查证是护理人员疏忽造成,后续会由医疗团队妥善照护,并加强内部人员教育训练,其余细节涉及病患个人隐私,不便透露 据悉,手电筒光线强,照射时间过久,加上小朋友皮肤比较脆弱因而造成烫伤,P.O.文一出让网友直说很心疼,有点夸张,女童目前仍在医院观察 黄敬妈妈留言说,当时护理师请家长把小孩抓好,因找不到血管便将手电筒贴着手掌,找手背上的血管,后来干脆改打小的血管,没想到结束后翻开女儿的手掌才发现烫伤 黄敬妈妈留言说,目前只希望医院处理好女儿的伤口,不要推卸责任就好,更希望女儿手掌不要留下疤痕,医院整心外科医师也会协助处理